BGM 我知道 但是这都是月之女的错 不是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拿回你的车 那么就过来拿吧 你真是太卑鄙了 我来了 卑鄙小 你又转到了总部 哦哦 看起来你好像把我给困住了 他的月光飞船在车下面 不顾 都不要倒了 熊鹰战车 你一定很希望我把月光飞船放在外面 对不对 超级稀里跑 哦 哦不 他要倒了 那是我干的吗 猫小子 我觉得我支撑不了太久了 坚持住猫都有女 我来了 猫声波 我猜 你又要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了对吧 不 我不应该再继续责备你了月之女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英雄们会为自己的错而接受责备 然后弥补 超级大力金刚手 让月之女偷走卡麦龙的车是我的错 是我把他放在外面的 没关系飞笔侠 我们会拿回来的 我想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哈 你这个好队长就到此为止吧 你这只笨鸟 哦 他说的对 我做的这些也没有比他好 现在我的小不点们不喜欢我了 战车也被抢了 而这都是我的错 没关系的 他们自己喜欢当猫头鹰小不点 加上之前他们再生夜幕忍者的气 所以 或许他们仍然可以帮我们 但是是帮我们完成任务 而不是帮我找乐子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嗯 停下 夜幕忍者 把战车还回来 不可能 现在他是我的了 就像这些忍者们一样 他们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 忍者们 我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我不是什么队长 只是需要帮助的人 要讲干人的故事了吗 笨鸟 你们不要理会他 我是你们的队长 师傅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太重了 都给我跳下去 马上 你们在害怕什么呢 你们是忍者 一定会没事的 快点跳 哦不 他让他们跳下去 我们必须救他们 接住吧 好了 没事了 小心点 我在驾驶呢 你来这里的唯一原因 就是为了设下这个陷阱吗 是的 而且当你的伙伴们离开总部来找你时 我就会去夺走你们的旗子 他在那里 他需要帮助 坚持住飞陛侠 很抱歉还让你们来帮我 总部现在没人熟了 那夜幕忍者就要赢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超级第六感 可是您已经有很棒的超能力了 比如说伪装术 还有超级犀利盘 而且他们都像你一样了不起 你们说得对 谢谢了伙伴们 哦我的天哪 总部的超级猫声警报气响了 他只是拿到了旗子但还没有获胜 他还要返回他自己的领地 机动车被粘住了 如果坐音响机或者猫车 我们还是能去学校打败他 我想我能阻止他 不是用什么装出来的第六感 而是用我自己的超能力 睡衣小英雄在上场喽 一旦我插上这面旗子 这学校还有这些睡衣小英雄的总部 就永远都是我的 你们来晚了睡衣小英雄 来吧忍者们 好了胜利将要属于我 我觉得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猫小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他获得胜利 真是太遗憾了 你们的短腿小朋友 不能在这里向我承认失败 然后护手称臣 但是我的忍者们可以 怎么回事 我的旗子呢 你肯定没想到会看到我吧 夜幕忍者 你怎么会跑来这里 你被粘住了 他们把我救出来后放到了屋顶上 然后我就伪装了旗子 起来 接着我就拿到了这两面旗子 简单容易 真是一如反掌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要把旗子 插回自己的领地了 我们马上要赢了 不 你们这些家伙想干什么 啊 机器人来了 给机器人造一个陷阱 他们一踩到就会弹起来 我准备要造一个机器人弹弓 如果我在原木上跑得飞快 那么他一定会把机器人绊倒的 等等 停下 我们需要那些原木 我需要他们 停下 按照计划来 拜托了 按我的计划来 按我的 你们就等着看我的大公吧 哦 这下糟糕了 他们怎么回事啊 他们都在自顾自的 就像你 我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会拿到机器 不用担心 猫小子只需要一只手 就能拿回机器 快来弄我 机器人 快抓住那些讨厌的家伙 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你破坏了我的 你破坏了我的 小心后面 这可真重啊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这可真是一场大灾呢 你就应该听我们的 我们是团队 记得吗 我很抱歉 我把这点忘了 我的复制品们做到了 抱歉 睡衣小英雄 该上场了 吵极猫猫 如果我救了他们 我们就能够一起 打败机器人了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队友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什么 快回来忍者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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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们喜欢你的节奏 他们在列队游行 你们是对的 我可以带领他们 一二三四 向左看 向右看 转身向后 现在有请忍者们 一起来放肝头 忍者们都准备好 快回来 快回来 快回到我身边来 那是我的忍者们 不是你的 他们只是追随了 最好的领队 这些年年帖 会阻止你的 如果我不能当领队 你也休想 列队 变换步伐 排好盾 你以为拿走我的骨 就能成功吗 我一定会阻止你破坏游行的 是你们这几个家伙 毁了这一切 抱歉 叶木忍者 这不是你的游行 是我们的 每个人都想他富有色彩和乐趣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阻止你 这一次 你们或许可以阻止我 但是下一次 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这真的是一次最棒的游行 算是吧 飞臂侠 但是明天呢 一定会更好的 对吧 猫小子 是的 但首先 要重新粉刷彩车 再把那些旗子挂回原位 睡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是 决定了 就你 他现在又想要干什么 去抓住他 是时候开始超级拯救了 睡衣小英雄 快点 来 来 你制造已经用过了 叶牧猿者 再等一等 这些东西可都是新的 我不得不承认 这真的是我最好的厨艺了 你之前已经用过这张网了 但是你没见过我的宏伟蓝图 这个怎么用 对呀 我不喜欢到这么跑来跑去的 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就要攻打你们的总部了 等粘上去后 我用更多年年贴把你们盖住 到时候你们这些家伙 就会被永远粘在那里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想尝试什么超级拯救 我们也不会弄成这样了 到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三个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飞笔侠 快点 让我们下去 超级大力金刚手 好了 该你了 泡泡游女 展示一下了不起的空中废人吧 没问题 无敌云翅 现在是我们大家的超级拯救 我们这一次一起上 毛布兵女 上 嘿 鹰不仁蛇 我们来咯 但 那是不能啊 你要不要来玩玩睡衣小英雄保龄球 真不错 快看 我们的走步地要飞走了 哦不 罗米欧能启动火箭船功能都是因为我用了我的平板电脑 没关系 毛布兵女 但这看起来不妙啊 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 我知道要这么做了 我会自己跟着那艘火箭船 不用平板电脑 但即使是你 也不可能飞得这么快 哦不 我可以的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哦 好了 猫小子 你抓住我的一只脚 当我喊 起飞 飞必侠 你抓住另一只 好了 超音速猫头医女来了 准备好 预备 起飞 无敌一趁 我们走 猫头妖女 我马上就要掌控世界了 从地面到空中都是我的 机器人 把那个给我 再等一下 再点给我 我就快完成这一关了 猫小子 你在这儿看着罗米欧和机器人 我就趁机带着飞必侠飞到控制系统那儿 把它放下来 对 我用超级飞必侠吻装束 让这艘火箭船重新回到地面上 再等一下 好吧 再把声音关小点 超级飞必侠伪装束 等你们在对付他们时 我就在跟我的火车玩 再见啦 水衣小英雄 没试出那招真是太糟了 我知道了 你说得对嘛 小子 我就是在担心我会出错 但是我们会帮你的 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确定我能理解这招式 那些鲜花的到处都是 的确挺乱的 所以我们要加点东西 这个 当我们到位之后 会做这个手势 然后你就做侧手番 我真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 希望罗米欧不会看穿招式 他不会的 最好是这样 我们用新招式吧 睡衣小英雄干上场了 超级火车 激情的破坏吧 罗米欧城邦准备崛起啦 冲啊 嘿 罗米欧 你来得太晚了 你这只小猫 世界都是我的了 到此为止 罗米欧 是你小端腿 一起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就不用一直解释了 你来得太晚了 你们的手势是什么意思 愉悦特首班 恰到好处 我们确实是同时出现了 你的计划该结束了 不 但我想留下 少少 老小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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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的自行车有多棒 我能靠他打败罗米欧和他的实验室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了 放下那些车 罗米欧 后退讨厌的水衣小英雄 否则我就像压扁一拉罐一样压扁你的车 他去哪儿了 耶 超级猫自行车 不 拿到了 你们拿走那个没用 我在实验室里也可以控制磁铁 你可以毁掉我们的交通工具 但那样你也会毁掉你的实验室 我已经知道这些按钮的用法了 水衣小英雄 出发 水衣小英雄 出发 倒 teacher 好 好 完了 哥哥 我要了 elegør校 韩 mop 我们再来一遍 你们现在玩够了吧 水衣小英雄 很快只会剩一座堡垒还处立在这里 最好的那个堡垒 我的 哦不 现在它可以通过轮胎桥了 都是因为我的错 硬木忍者的堡垒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我看到之后也很想要 你们说得对 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时 我们不能全想要 没关系猫头鹰女 我敢肯定 我们总部现有的东西可以阻止它 我们肯定能把小蛇拿回来 我们绝对有东西可以拿来阻止它 而且还不止一样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耶 谁有最好的堡垒 当然是你 眼目忍者 我们甚至再也不会有堡垒了 我们的已经被压扁了 这么大一颗毛球 他们想要干什么 帮我赶出去吗 瞄得真准啊 猫小子 谢谢飞臂侠 猫头鹰女 你确定我们只需要打掉最底部的三辆车 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了吗 就三辆 我们只要打掉三辆车 剩下的校车就会掉下来了 你喜欢毛球吗 夜幕忍者 我这里还可以给你更多 我这里还可以给你更多 不 这不可能 该我了 银翔鸡爪来了 我的堡垒是最好的 超级大力金刚手 接到了 波迪 如果你能听到 我向你道歉 羊宠物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我应该好好照顾你 这次我会赶正的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我现在就去 快看 波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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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我会给你弄个场 每天都为你吃的训练你 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 那是什么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 月真里的月光超能力 开始起作用了 总共把所有的东西 都吸了过去 大门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所有东西 同时朝总部飞来 大门一定会被撞开的 水衣小英雄 我们要阻止这件事 飞到安全的地方去 你想帮忙 好吧 我们走 超级大力金刚手 假意 飞陛下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还不这么认为啊 没什么能阻止 我的月光超能力总部 只要我的月光水晶在里面 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 哦 你们两个现在是朋友了 没错 波迪会和我一起来阻止你 矛头鹰女 我们会撑住的 你快点进组部 你去关掉引力 大门受到了磁力的控制 你们永远都别想进去了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进组部 你有主意了 好的波迪 我愿意相信你 好 你想要干什么 你这笨鸟 哦 你这是大笨鸟 过来 好 嘿 预知你你在那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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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快点嘛 小子 用硬翔鸡爪把那个机化筒抓回来 硬翔鸡爪 哦 要怎么 那里 那个爱你哦 啦啦啦啦啦啦 嘿 成功 哇哦 飞 飞羊们 哦 没摔坏吧 啦啦 讨厌的家伙们 把我的金话筒给弄坏了 这全都是你们的错 坏了 哦 这 这是我的错 现在谁都看不到演唱会了 不要听他的 要不是他拿走了话筒 也不会变成这样 是的 但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暗示你 我想开音响机的 而且我也不应该拿你们 给我的这些东西 我真的很抱歉 让你们为了一张票而竞争 是我们一定要让你 做出选择的 抱歉 魔头鹰女 我也很抱歉 你不能去那我也不去了 没关系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金话筒给拿回来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就算现在话筒坏了 你也不能把它 占为极咬月之女 快把它给还回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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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即便坏了 但是他依然闪闪发光 是我的 我的 我的 哈哈哈 魔头鹰女 一旦我们控制住了飞蛾们 你就从他手里拿回话筒 来这边飞蛾们 你们肯定抓不到我哦 无敌飞币侠稳装树 该我了 超级猫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夜幕忍者总想要到总部去控制我们 你要帮我吗 太谢谢你了 小忍者 当你需要我时我该帮助你的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都该帮一把 抱歉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现在如果想让我放了你们的话 就乖乖告诉我怎么样进入你们的总部 什么 没埋 什么 你下来了 没错 夜幕忍者 你永远不可能掌控总部 更何况还有我来阻止你 所以是你让这只小猫恢复自由的 对不对 无敌猫妖 结束 愚蠢的人者们 我自己来阻止这些讨厌的家伙吧 拧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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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不要再去帮他了 你这个讨厌的小忍者 超级猫腹 好了 这样不公平 你们这群睡衣小英雄总是来破坏我的计划 猫小子 你要去干什么 帮忙 英雄会帮任何人 即使是夜幕忍者 好吧 我得承认 你的选择是对的 小忍者 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走吧 忍者们 这下我抓到你了 你以为你的小泊车 能追上我改造完成的超级忍者小车吗 那辆人的小车看上去很结实 万一我的车扛不住怎么办 我们来帮你了 飞碧侠 别担心 飞碧侠 我来了 这下坦了 我被粘住了 救我 飞碧侠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刚听到了什么 你们需要我帮助 这是朋友该做的 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你们两个也一直在帮助我 是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帮助你们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飞碧侠机动车甩毁 太好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你在干什么 你这偷东西在甲乎 我的飞碧侠机动车 如果我没有忍者小车 那我就抢走睡衣小英雄的一辆车 然后把颜色喷成忍者黑和忍者蓝 猫小子猫头英雄 我需要帮助 我马上来 飞碧侠 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 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 没关系 飞碧侠 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 拿着这个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我接住他了 飞蛾们 把我的月光瓷拿回来 来我这边咬呼 快来这边 我抓不到他 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 你们离他远一点 他是我的 过来这里 加油伙伴们 我们得把他引到场上去 我知道了 要用气味来引导他 开麦龙总是跟着好玩的气味走 还记得吗 有了 饼干 超级猫头 饼干 好棒 抓到了 现在开始 你是我的木偶了 不 他是我的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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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NASPS